悲哲 我覺得女生已經不復存在了 有人要死啦 給砸 Поэтому 胖очно 全部都是我的錯 這是真的 髮氣的卡嗎?牛逼! 嘿咯,大家好,我是Pedia 今天帶來這門的Shadow Fight Arena 那今天你看到畫面上這個主頁面比較不一樣 並不是正式服更新了,應該是還沒 不好說,也有可能已經更新了 但我現在畫面上這一個是CPT 這個封測,我們叫什麼? 測試圖的一個畫面 那你現在看到的是現在最新的一個介面 那今天就來跟各位講關於接下來要推出的EV1 還有一些不同的更新,會是怎麼樣去做運作 那首先是我們點開這個模式 你可以發現說,這個介面有改 那你看到這個地方,與AI對決分了EV1跟3V3 那這邊對戰朋友也分了EV1跟3V3 全都跟這個最近推出的EV1模式去做一個對標 那當然左半邊你也有看到這個排名模式 也是分了EV1以及3V3 那所以現在看到後面上這個主介面呢 它就是EV1的時候 就是你選擇這個排名EV1的時候 你的主介面會長這個樣子喔 那麼點開英雄庫也可以看到現在 有這個EV1的一個分類 那在這個分類裡面呢 你看到裡面的所有的英雄 它的上面都有一條Rack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這個積分 角色的積分 對,這是EV1模式裡面專用的角色積分喔 那當你把這個主頁改成用這個3V3這個排名站的模式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欸 主介面又改了 變成3V3的一個模式 那同樣的 在這個我們的應用庫裡面也可以這個 從3V3的一個分類去看到我們之前常見的那種三個角色的一個配置喔 對,那最上面也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總積分喔 那你們剛剛看到積分應該就會覺得怪怪的 欸,怎麼到26000 對,這就是來看我們積分的改變了 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競技場2階,欸 200分,看起來很正常 3階,對,600分 喔,還好還好 這跟之前沒有什麼改 4階,1400 OKOK,沒什麼問題 5階,嗯? 怎麼變3000了 對,沒有錯 我們這個 5階之後的那個積分都會用指數性的成長 欸,6200 這個要求故意6階 7階,1100 欸,已經破萬了 8階呢,1萬8 呵呵 到最後面的9階需要2萬6千分 對 呵呵呵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這個 進入遊戲前的等待畫面喔 就是選角畫面 你可以發現說現在可以從背景來看到說 這一次對戰的一個地圖喔 對,這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優化 除此之外呢 現在新增了 對戰中會新增一個功能就是慢動作 對 把暗影得到3的慢動作給搬到這邊來了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EVE的規則喔 基本上是你只能上一隻英雄嘛 那你上那一隻英雄要進行這個 跟對手的三戰兩勝的一個對戰喔 對,那每一回合開始都是一個新的回合 也就是說 你這一回合得到的Bug 不會帶到下一回合去 同樣的 你這一回合大影能量 不會帶到下一回合去 你這一回合被對手打到殘血 下一回合你也是慢血 就每一回合是分離出來的 那基本上這就是我們的EVE模式喔 其實是非常好理解的 對,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好困難的 那接下來帶來的是我們的捷特的一個更新 首先我們先從Bug講起 就是現在捷特的這個上全是有可能在 在2階轉3階中間的那一個飛踢 欸對,會踢空 導致後續可能被隔打 對,這種問題出現 那再來是比較有感的動作改動喔 基本上來講這次捷特的改變 攻擊組方面其實是沒什麼改的 主要比較有感覺的還是捷特現在的錢捐權 這個3階的時候多了1HIT 所以總共是7HIT的一個連擊喔 那今天我們來看到捷特的這個 重做之後的一個獨特能力喔 從暗影和諧變成了這個荒帝和諧 那這個荒帝和諧呢 簡單一點就是捷特的成功攻擊 會獲得一層蓄能 被對手攻擊成功的攻擊 會減少兩層蓄能 那這每一層這個荒帝和諧的蓄能呢 會增加捷特的物理傷害 也就是普攻的傷害 對,暗影技能傷害不包括在內 那這個能力非常有理解喔 那再來看到它的暗影能力 所以初始的暗影能力是這個 空間扭曲這個暗影技能 那接著我們來看到天賦術的部分喔 首先是2等的這個很棒的開始 也就是開場會給捷特8層這個 黃帝和諧的序能 那再來是僱傭兵專家 捷特在使用遠程武器的時候 會得到額外的暗影能量 像是這個儀寶的暗影精準度、精確度 對 那來到4等喔 4等我們首先看到是暗影庇護喔 就是成功使用暗影技能的時候 會獲得一個護盾保護 對 那不過現在有問題的是 8等的擴卷熊滑成功使用的時候 並不會獲得這個所謂的護盾 這應該會是霸奪 那這個暗影庇護的護盾呢 它是一個迴避盾 也就是類似馬庫斯的那個 帝國軍征言的一個效果 你被攻擊是不會吃到任何意義 就像沒碰到我一樣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是一個 呃 在我眼裡看來 是一個非常強力的一個天賦 當然前提是 你的暗影精準要成功打出來啊 那另外一個4等天賦是 那海獅聖樓 對就是會進入隱形一段時間 對因為現在沒有暗影和諧了 所以說你不會因為暗影和諧 去解除這個海獅聖樓 而是你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自己解除 或者是被對手的成功攻擊打到 那也會再解除 而且你會被擊倒 那不過要注意的是 現在使用這個暗影技能 只要你使用成功的話 你的海獅聖樓就會被解除掉 這一點你必須要特別注意 那再來來到6等的這個 鋼鐵之刺 這個3幀變5幀 這個也是老招式的 那不過要注意的是 這個跟僱傭兵專家去做 呃 連動的時候呢 你的5幀會回復更多的暗影能量 那接著看到的是 6等另一個天賦喔 反射 那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這個並沒有做任何改動 那來到8等天賦 首先是荒帝之魂 這個你的前四層的這個 這個荒帝和諧的層數 是不會被 透過任何的形式 可以解除掉的 是常駐魂 保底四層 對 不管你是被攻擊打到 還是你是使用了這個 10等的天賦 暗影綠洲 都不會被消除掉 那另外一個 這是擴建漩渦喔 就是 增加了一個上暗影 對那攻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好像畫面像這個樣子 那最後沒來到10等的天賦喔 首先是暗影綠洲 欸對 以一句話來概括 就是這個暗影戰型一對 那最後面是殺城暴 也就是你的這個 和諧序能 會增加 不只物理傷害 暗影傷害也會增加 也就是你在使用暗影綠洲 也可以吃到這個 荒帝和諧的一個加成 那這個傷害的加成效果 你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呃 測出來的數據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喔 這是 呃 現在CBT可以看到的內容 我沒有把所有BUG都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講 就等著之後就被修掉了 那簡單點就是這個樣子 那 接下來就可以各位看一場 這個EVE的對戰 那今天影片就是這個樣子 喜歡今天不要忘記按下鍵訂閱 這我覺得非常重要 所以 Peace out 謝謝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et's go!